現在我們要開始上的東西叫做電流熱效應 你看題目就知道就叫做電流會產生熱 叫做電流熱效應 這是跟一些所謂的能量轉換有關係 我們先教電能的計算 好 推空機 電運動 電鍋 這些東西都是通電之後會發熱 所以我們就是說它是電能會產生所謂的熱能 電能會產生所謂的熱能 然後呢 電能除了會轉成熱之外 也可以轉成光啊 轉成什麼之類的 比如說電能拋就有所謂的光能跟熱能 不過在我們國中做題目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只管熱 只管熱 其他就不太管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只管到熱 就是所謂的電流熱效應 就是通過電之後因為有電阻 然後所以消耗能量 那這個消耗掉的能量轉成所謂的熱能 我們就稱為所謂的電流熱效應 電流熱效應就是我們要教的事情 好 那我們這一次的段考要考這一題 就是為你電池 電池本身我們正式教是下學期會教電池 電池我們叫的電池是化學電池 就是裡面會發生化學變化 然後透過產生化學變化呢 讓它產生電能 所以這個過程是化學能會變成電能 然後就會有電流流出去 然後在導線上流動 然後會碰到流各種電器 有電阻啊 燈泡啊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碰到了阻礙 就消耗了能量 降低了電池差 然後呢 能量就轉換成熱能 當然呢 我們講過 它也可以轉換成光能或其他的 那我們現在教你們都是轉換成熱能 叫電流熱效應 所以前面是化學能變電能 後面呢 是電能變成熱能 電能會變成熱能 就是這樣轉換的過程 然後呢 走在外面 能量就消耗掉了 然後回到電池之後 電流外面是從正極到負極 裡面是從負極到正極 回到電池負到正的時候 它又獲得了補充 又得 重新得到能量 然後就如此的循環不已 一直到電池的能量消耗完 就沒有辦法供電 那就掛掉 就電池沒電的意思 然後就沒辦法提供東西 像這個 像這個動畫所顯示 這個動畫是從以前課本的圖 所變來的 它就是讓你看到說 它那個包袱就是它的能量 然後在外面會減少 到裡面再獲得增加 經過電池包袱會變大 所以能量會增加 經過外面呢 包袱就變小 就表示能量會減少 這是從課本以前的 課本以前是用手畫的圖 就跟你表示 那個增加跟減少 就講這個意思 OK 好 我們基本上呢 現實生活裡面導線是有電阻的 電池是有電阻的 可是在我們國中做計算題的時候 我們都假設導線沒有電阻 電池也沒有電阻 也都不會消耗能量 不會產生新的電位差 偶爾會碰到題目 電池會有內電阻 那以後再說 但基本上我們都當作導線沒有電阻 不會產生任何的改變 不會消耗任何的能量 就是我們做題目的時候我們都這樣做的 好 然後呢 我們有兩個能量的單位 一個叫交耳 一個叫做卡 你就把它記一下 好 一交耳是0.24卡 一卡是4.2交耳 可是現在又有人寫4.18都很討厭 反正正常情況下 如果考試這個數字會給 題目上寫多少你就帶多少 題目上寫4.2你就帶4.2 題目上如果寫4.18你就給我帶 4.18 看他寫多少就帶多少 好那你最好記一下 然後1交耳0.24卡 1卡4.2交耳 我們有學過兩個能量的單位 這個換算的 我們通常我們用的是交耳 在熱血上我們會用的是卡 所以在這裡有一種題目就是 我給你一個電器 然後問你說它會使水溫上升多少 前面算的時候算出來是交耳 水溫上升要用的是卡 所以你就要有個換算的問題會出現 OK 然後電流公司我們其實交過了 就是把它湊一湊湊起來就好了 湊一湊 把它湊一湊就可以了 來 這以前交過的 怎麼叫做電流 單位時間通過的電量 I等於t分之q 這以前學過了 那什麼叫電壓 要通過兩個 一庫輪會相差幾交耳 對不對 v等於q分之1 後面就是它的單位 秒分之庫輪叫安培 庫輪分之交耳叫做福特 後面是單位的意思 前面是公式的寫完 i等於t分之q v等於q分之1 那學過了 然後什麼叫電阻 要通過 要通過一安培需要多少的電壓 然後等於i分之v 一安培一伏特叫做1Ω 所以就是 這些都是我們過去就學過的公式 待會兒再拿出來用一下 我們過去學過 待會兒拿出來用一下 就是過去學過的公式 所以過去都學過了 然後呢 電能量公式我們也學過 來 B連串連我們也學過 如果啊 電流串連怎麼回事啊 大家都一樣 啊 病人串連怎麼回事啊 要把它怎麼樣 加起來嘛 加起來嘛 病人要加起來 那電阻串連怎麼辦呢 也是怎麼樣 加起來嘛 這裡學過啦 這裡學過啦 好 好 那病人電流怎麼辦 好 加起來嘛 病人要加起來 那電流怎麼辦 一樣嘛 那電流都比較囉嗦啊 電流怎麼回事啊 導數相加的 導數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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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以前都學過嘛 當回所謂的公式 就是從這些學過的東西變出來的 好 就學過就變出來的 然後呢 未來在做計算的時候也是一樣 我需要電壓 我需要電流 我需要電阻 那如果找不到 我們就會找病人跟串連去要 找病人都這樣 如果沒有給 我們就想辦法求嘛 求怎麼求 或者是病人跟串連去找他嘛 所以呢 所以這些未來過去 曾經背過的公式呢 就把它重新再複習一下記熟嘛 記熟 就是串連怎麼樣 病人怎麼樣 有電壓 有電流 有電阻 把它背好就好 OK 那講了半天 那到底怎麼樣怎麼回事啊 那就是另外一個要你記的觀念 我說過 好多的考試題目 你其實根本就不用特別算 你只要說觀念就好了 電阻在串連的時候就等於加長 電阻是跟長度成正比 所以電阻加長就會 電阻就會增加 所以串連的時候電阻會增加 病人就等於它變粗 面積會變大 那講過了 面積會跟電阻成反比 越粗電阻就越小 所以病人的時候電阻會減少 這是一個簡單可是會有用的觀念 就記得串連的時候電阻要增加 病人的時候電阻要減少就可以了 好 那剛剛講了 那到底能量怎麼回事啊 就這麼回事啊 1等於Q分之1嘛 那對於電子來講就是通過的時候 會給它的能量它會增加嘛 增加 對外面來講就是會消耗 會減少嘛 所以乘過來就1等於什麼 QV嘛 所以如何計算電 1等於QV 以前學過的 對不對 那有個Q啊 我們平常在量儀器的時候 我量到Q嗎 量不到我能量什麼 我量的是安培嘛 電流嘛 那所以怎麼辦 要換一下 怎麼辦 I等於T分之Q嘛 所以Q是怎麼樣 1等於ITV嘛 那這三個都可以量啊 時間可以量啊 電流可以量啊 電壓可以量啊 就量得到嘛 就可以帶得進去算的 就算得出來嘛 所以1等於ITV嘛 所以公式要1等於ITV嘛 然後呢 導致不是有電阻嗎 我看到是電阻啊 那怎麼辦 你就換一下嘛 因為R等於I分之V嘛 我可以把I換之後 把V換掉嘛 V等於IR嘛 或是I等於R分之V嘛 把帶進去 就變成這樣啊 I平方RT嘛 V平方除以R乘以T嘛 所以變成這樣的公式嘛 所以公式變成I平方RT 或者是V平方這樣 然後整理起來就變成這樣 就這樣 1等於QV等於ITV 等於I平方RT 等於V平方除以R乘以T 好 我現在把公式整理成這樣給你看 但是實際上未來你通常不這樣子背 你會背的是電功率公式 除了第一個之外 除了第一個之外 其他三個以後就會變成電功率的公式 你就背電功率公式就好 然後 球要球能量怎麼辦 功率是能量除以時間 所以算出功率之後乘時間就會變成能量 所以除了1等QA的公式之外 其他後面三個公式 未來都會變成什麼 電功率的公式 你就背電功率公式 然後 如果要求能量就再乘以時間 那就是能量 對 目前整理給你看就這樣 這就是所謂的能量 然後我們當然就會做一些計算 來看看我們能量到底應該怎麼樣的算 這就是我們前面幫各位講 有關於電流熱效應的意思啊 能量的一些轉換啊 還有他公式 複習一下以前學的 還有他公式怎麼回事 這就是我們這一小段的內容 OK